台湾有一名YouTuber 日前在阿富汗经见经济部水利署的巴士 让他实乎很温馨 还笑说当时差点就要上车了 而另外更有网友分享 曾经在玻利维亚看到台北地院的车 但其实这些都是台湾出口的报废车 汽车达人也说 其实一般公家机关的车种 只要是到了使用年限就会公开招标 得标者卖出给出口商 并且把车子报废之后 一般都会出口到中东 还有柬埔寨等国家 水利署小巴陷宗马路上 但这里不是台湾 而是在阿富汗首都旅游YouTuberBen 拍下奇特的这一幕发文直呼 看到这小巴顿时倍感温馨 害我差点直接上车了 网友也搞笑留言 看看车上有没有王美花部长 Ben也幽默回应是车长小姐吗 至少在佛州我们没有看过这种车 蛮亲切的就觉得 可以看到好像是台湾的东西 其实在国外看到写着中文字的台湾车辆 部分民众早已见怪不怪 有网友曾在柬埔寨看过高雄警用机车 变成了拖车 还有人在玻利维亚看到台北地方法院的车 让他笑说第一反应是里面的人都有罪 甚至有网友出考题 请Ben在当地找看看云林科大的校车 还有人看过台北客运 就连台北市警察局及环保局的车也曾限中柬埔寨街头 报费车或是说公家机关它们会有个使用连线 到了之后它就会公开招标 得标者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车子卖给出口商 把它做报费之后来做出口 觉得会有点奇怪 因为通常报费应该就销毁了吧 可是又卖出去就怪怪的 实用年限到报费车在利用汽车达人指出 台湾报费的车种一般都出口到柬埔寨 缅甸或是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中东国家 至于出口价格则是按照当地市场变动 各国有所不同 但台人在国外看见自家车种 莫名的亲切感也掀起讨论 这里属于云林与台北采访报道